大家好,我现在在水梦红村,身后就是客运站 准备乘坐大巴车前往下一个村落,西地 售票处,问一下去西地的大巴车 大巴车 先在座位上休息一下 一会儿捡票,然后再上车 斜对面,蓝色的大巴车 上车 大巴车 ,我现在去西地的大巴车 ,我现在去西地的大巴车 太阳了,太阳了 景区 从这儿也有直达黄山北站的大马车 前面就是售票车 古镇的入口和红村一样 也是104 进来了西地的石碑 前面还有游船 古镇的餐厅美食超市 还有酒店宾馆 都在这个方向 先到这里看一下 这个石碑就是古镇游记 茄子土豆辣椒 山脚下 这里的景色也不错 村子里的游客特别少 这还有一口方景 原来是许愿池啊 水已经干了 古镇的周围 都是群山环抱 看一下狮子头 这条路是 信村的路线 从这里下去 从这里下去 空荡荡的 等一下 这有一只狗 走错路了 这是一开始原来村子里面的石碑 古镇的巷子里面 特别幽静 这家是大夫地 十年寒窗苦毒 这好像是鸡蛋呢 看后面 小河边这里都是明代老房 下午就在镇子里面 吃个炒面吧 这不仅有面 馄饨 炒年糕 小笼包 各种菜都有 到这儿吃饭 各种肉丝面 盖饭 还有炒饭 都是灰州的特色美食啊 我点了一个拌面 青椒肉丝的 青椒肉丝面 做好了 还放了点葱花香油 辣椒 拌一拌 古镇上的面 真的是特别好吃 吃完饭 来到了村南头 这里啊 这里啊 有一片 保密地 还有水车 刚才的 那个池子 这有几棵古树 有很多的画师 在这画画 上面有一个观景台 山顶的观光亭 这里啊 也有很多的画师 在绘画 可以看到古镇的全貌 这边是大门口 绿色的是石排放 一路 从古镇里面 转了一圈 吃了午饭 大家觉得 这儿的风景怎么样 下个视频 继续参观古镇大院